嘿喲 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C6 現在來看朝鮮對場打打 那這場遊戲是由Yo跟Balance 這位兩位頂尖的四季帝國玩家來打的 那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模式 地圖是北方群島 好 這張地圖蠻特別的 一開始就有這個運輸船還有一個港口 一開始大家可以各自捕魚 然後還可以把刺頭送到對方島上 然後去偵查這個魚桿的位置 還有他們家的一個打法跟走向 那這邊蠻特別的 這個Yo居然是選擇要出這個射箭場 但還是想要來個早期小公快攻 這邊一開始這張圖就有這個運輸船可以運兵 所以前期也是可以考慮運這個小公 去對方家直接來個極限燒了 然後Balance這邊選擇了 哇 這個是超極限的 一開場就蓋一下射箭場 然後還按了兩隻小公出來 準備要來做射射的事情 真的是太射了 好 兩隻小公出來 直接抓到一隻落單村民 這裡會不會直接減一呢 看起來是會了 哇 這邊Balance的timing點很好 那這邊又有點慘 這個法木剛好卡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村民只能往後走 那這個回去的路線太遠了 所以村民只能硬砍這個刺猴 減少這個刺猴的血量 反正也跑不掉了 好 那這邊 戰毛上面直接硬點看看 但是長槍兵直接被小公射死 哎呀 這個戰毛要被這些刺猴打死 但是有村民過來支援的話 應該是能 一滴血 哎呀 哎呀 還有一滴血 OK 有點可惜喔 好 但是Balance成功的 把這個進攻的一個主導權 掌控在自己的手上 那這一波騷擾也算是蠻成功的 哎 然後這裡這一個 刺猴應該是救不到了 哇 直接被戰毛插死 好 那 目前這個小公沒有再繼續按 只按了兩隻之後 燒到一村 覺得鑽爛了 馬上就停了這個小公生產 並沒有出太多小公 那小公才慢慢再補下 到了第二隻 那這邊出了一艘火蒙桶 看來是要來去燒對抗魚場 但是Balance這邊應該也是心裡有點 也按了一掃 那兩邊幾乎是同時間喔 按下這個城堡時代的升級 哇 高手的思維就是不一樣了 都知道哪時候要去按那個城堡時代 連升級的時間都差不多 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 那這邊又補下這個一擊絕境 那朝鮮的話這場 如果打這個龜甲戰船感覺蠻強的 那打打這邊的話 欸 我記得打打沒有這個 太多的一個海戰優勢戰 他只有這個高地喔 打滴滴的時候 這個額外傷害加成是比較特別一點的一個能力喔 但是這個海喔 基本上都是海平面喔 沒有所謂的高低之分喔 所以打打是打海戰喔 基本上是賊爛 爛到爆的那一種 那其他能力都沒有 他的海戰能力幾乎是零的一個文明 那他為什麼選這隻文明打這張地圖 有可能是隨機選到的 因為高手他們在打天梯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選擇這個隨機喔 然後即使海圖也是喔 那這場可能就是運氣不好 所以就選到了這個打打 那稍微講到這張圖好了 這張圖的話中間有大量的石頭文光劍喔 還有兩隻天空雄在上面鎖的這個遺跡跟礦區喔 算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張圖 所以這張圖有點像是 帝國戰爭的海圖濤金草喔 紅河怪地圖 什麼都有 什麼元素都有的一個地圖 好那這邊看起來 TC要慢慢蓋了 可以上什麼賽之後TC馬上先蓋下去 好那小宮這邊直接到後方 將來直接開射 但是這邊右 有點抓到 那這邊只能硬上船 別人是上車他是上船 看來這個船開的還是蠻快的 直接高歌離血 這個戰謀表示 哭啊 跑這麼快幹嘛 好然後後面喔 這邊火戰團還在出 但是這邊 又 是沒有出這個火戰船的 連這個奴炮戰船升級都沒有 直接兩港口 開始蓄這個戰船 好那目前看起來 兩邊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交戰 那這邊戰船過來想要來抓漁船 但是被Balance這邊抓了個陣子 然後打打自己火 戰船開燒 欸對我燒到一半就不燒了 怎麼那麼燒一半的 好那這邊看起來 魚船是要不保了 魚船開始射射 但是自己家裡喔 魚船也是出現了大問題啊 欸但是韓國的龜甲戰船登場了 剛剛這個傷害喔 很高喔 一發五十滴的傷害喔 那打這個火戰船要三發喔 就可以擠 擠 擠 擠毀一艘 好 那這邊魚船 欸只 好像只打不到 應該是一艘還是兩艘這樣子 好像應該只有一艘而已 但是Balance這邊已經出了兩隻火戰船 那這個戰船可能就沒什麼太大效果 但是這個龜甲戰船你要怎麼打呢 龜甲戰船這邊殘血在修裡喔 這邊再修一下 那如果是四季帝國老玩家們喔 應該對韓國的龜甲戰船的印象非常深刻喔 可以說是這遊戲裡面喔 是老玩家們的戰船之神 比這個危機大戰船還要省 因為這個龜甲戰船的傷害喔 是可以把這個建築業打倒的 基本上只要海出大量龜甲戰船喔 可以修到非常多的單位喔 還有建築物 這個建築物也可以採 雖然傷害沒有像彈攻城系傷害這麼高 但是呢 這個龜甲戰船喔 是有這個 不錯的一個機傷喔 虎蝕傷害 打單位也是很痛 但是龜甲戰船喔 它的最大落點 是這個火燒船 欸那個火噴船 火戰船 火戰船加自爆船的組合 因為龜甲戰船啊 它這個最大的落點 就是它的跑速很慢 你看這個 用能力在滑獎 雖然它看起來在射大炮 但是其實上 它是沒有機動能力的 那個自爆船跟火戰船很容易就追到它 所以大量火戰船跟自爆船 是對付龜甲戰船的最佳組合 那奴炮戰船是不適合的 喔還有這個僧侶忘記講 OK 森旅也是比抗這個 孤甲戰船的一個好選擇 所以這邊 大量是打算用這個森旅喔 直接去招翔 那這邊森旅 如果沒有提升移動速度的話 可能有點追不太到 但是這邊沒有控好 可能要被招走 但是能不能給一炮呢 啊可以 哇直接一炮打倒兩隻森旅 哇這邊又好像有點賺到 因為這邊兩隻龜甲的船 是用這個自動攻擊 回頭打森旅的方式 激到對方的招翔 那這裡沒有招到龜甲戰船 有點虧喔 但是這邊已經顯下宗教皇樂 開始要來對僧侶獻動真格 那這邊由於海端看起來打不太贏了 但來時選定要打陸葬 兩個小公跟一隻騎士已經開始突進了 那這邊村民樹 目前又被殺了四川 好像有點慘 說明樹減得有點快 好但是看起來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韓國 唉呦這邊喔 海陸進攻喔 連這邊劍塔都開插了起來 看來要來打這個韓國塔工 那順帶一提韓國的塔 其實上面有什麼太強的地方 就是射成圓了點 然後他這個劍塔可以免費升級 每個時代都可以免費升級 所以這個韓國的塔工也是不會遜射到哪裡 好那這邊劍塔開始射射 劍塔射其實傷害變非常高 但是這邊馬弓摔了 馬弓一跑這個傷害就起來了 好那韓國 這邊陸地上這個劍塔燒得有點煩喔 這邊還差連環塔 那稍微解釋一下什麼是連環塔 連環塔的意思 就是這個塔的射程範圍內 還有一座塔 所以這個村民如果去硬拆這個劍塔的話 後面這個劍塔 就可以cover到下一隻劍塔 那這個連環塔 在這個封建時代的效果是很好的 但是連環塔有個小缺點 就是投資成本太高 推進輸入太慢 所以如果你要用連環塔的話 這個時機喔 你要看一下 以前是蠻主流的 就是在HD時代 還沒有決定版的時候 這個連環塔是 玩塔工必備的一個招式 但是到了決定版之後 連環塔似乎不是一個標準配備 可是有點看人使用 並不一定要把這個塔連環子插著 而且有可能會插射程範圍的地方 這有點算是一個時代的變遷吧 畢竟插得比較遠的話 射的到東西也就比較多了 那來看一下 漁船這邊有被燒了 這邊 這個是內鬼吧 內鬼戰船 這兩個堅守崗位還不攻擊 好 那村民喔 目前被毫被殺的差不多了 這邊直接滴掉了城堡 這邊喔 龜甲戰船進來了 龜甲船這邊直接開砲 好 直接達到這個運輸船 那這個TC可能也要過保了嗎 但是這個龜甲船 確定就是射程盾 那個射程盾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龜甲船還是被射到 雖然他遠方很高 遠方還是有五人 所以這個TC喔 被射到他的話 只有這個ED線三號 所以來修一修其實差不多 還是可以修的回來 那所以 奴炮戰船 對這個龜甲船的效果 是比較弱一點的 遇到大量的龜甲船 就是用這個製造船 炸一炸 還有這個火噴船 燒一燒 就可以搞定了 那又應該也是遭這個弱點的 所以他沒有全心全力 抱這個龜甲船 而是要來進行一個 海陸大炮餐喔 正面喔 正面用這個塔弓方式 韓國的金水 然後再加上海上的龜甲船 一個進攻 那這邊要到帝王時代喔 帝王時代一到之後 這個防禦箭塔 就變成大型箭塔 可是大型箭塔傷害率就很高了 機傷十攻起跳 應該不是機攻 應該是 攻擊力加起來是超 一定是十攻起跳 好那這邊是八加二十攻 好 那時攻起跳之後 還要不要再點這個箭槽呢 好 那斑蘭斯這邊要決定 出一些火戰船來防一下 用這邊的海陸進攻方式 那斑蘭斯也是嘗試 要從陸地上進攻 但是陸地上進攻 似乎已經被右擋下來了 並且人家有免費的一個箭塔升級了 插進塔防甩還是比較輕鬆一點 那斑蘭斯分數現在燒進點有點落後 開始落後約三百多分 看起來是龜甲船喔 給的分數 賺到的分數還是蠻多 打倒很多 你看這邊村民 一直被這個炸下去 炸下去倒 好那這邊電王時代之後 設計這個縱起火戰 那縱起火船 燒這個龜甲船很快 換來這起量掉五塊 去瓦鐵燒光 龜甲船的落點很明顯了 但是重點是陸地上要怎麼打的 陸地上有這個巨型投死機喔 那打打的巨頭其實也是蠻厲害的 它有這個鐵木耳封城樹 可以讓巨頭射死多二 但是這個也是金冠科技喔 所以有點吃資源 那這邊是選擇直接出四巨頭 直接硬拆城堡 打的效果很好 四台巨頭拆城堡是不是很快 那打打這邊的科技喔 這個巨頭能力的出入之外 還有這個高低差的一個優勢這樣 只要巨頭在高低的話 去打這個敵地的城堡 這個血量是掉的很快啦 畢竟這個打打高低打敵地的一個傷害加成 所以巨頭的效果就更加明顯了 我記得一發好像可以打到六百多低吧 從高打低 然後再加上這個都會傷害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傷害打一發可以打快六百低這樣子 好像是五百多 沒有到六百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雀血喔 雀血是一個以鑽養鑽的單位喔 那為什麼會講以鑽養鑽 是因為它攻擊到敵人的單位的時候 建築鑽 單位的時候會增加黃金 會跳一黃金這樣一直跳上去 所以只要打倒很多單位的話 這個雀血喔 就能一直發大財 就跟我們的韓六一樣 一直發大財一直爽 一眼波就想發大財 想要玩發大財的人的話 就玩這個雀血喔 雀血的話可以確實讓你發大財 不是那種空投資票 絕對可以讓你發大財的那種 好 那這邊雀血直接開銅 哇應該這錢一直 那Balance正面看起來鎖住了 那這邊鎖住之後呢 感覺還算不錯的 因為陸地上的內油已經解除掉了 而且還是用血血 所以這邊還賺到一些黃金 但正面上只用火戰船能打到 這裡有個城堡有點危險 城堡射程是可以射到火 快速火戰船了 中型火戰船直接開噴 噴爛這邊的龜甲戰船 龜甲戰船直接回頭反擊 直接開炸 但是這個射速實在太慢了 但是火戰船一直被城堡射 數量忽然被逆轉了 龜甲戰船算射速慢 但是集火一台還是能解除解掉的 哇 結果沒有自爆船 這個龜甲船還是要配點自爆船比較香 不然這個 用火炸好像有點太吃力了 好 勝率直接招翔 能不能招到幾隻呢 來招了一台 但是要被打了 哎呀 怎麼每次都差一點啊 這個龜甲蟲 確實有點難招 好 在這邊 入地上 拍了一具 確確的過來 來補置對方的一個 修劍塔的動作 但是巨頭已經全速被這個龜甲船給炸光了 龜甲船正面 開始打魚槓 怎麼辦呢 龜甲船速度越多了 哇 來到了11艘啦 這麼大量的數量 可能真的要非常多的火彈船 加上這個自爆船 才有可能解決掉這一波的 龜甲船的進攻 那如果正面拿不下來的話 這個黃金跟石頭 全部都會被 韓國被拿走 那這邊就要思考一下 到底要怎麼打比較好 好 那這邊 Balance 有蓋下一個馬頭 叫這個馬舊 在這裡練家裡 那這邊你就可以 隨時出這個肉馬 去騷擾 右家裡的村民 那現在右最好的方法 就是家裡出點 這個馬戰車 這樣才追得到這個 打打的一個馬 不然韓國這邊要出馬的話 其實有點虧的 因為他的馬是沒有全滿的 而且也有品種 所以馬不打可能會變長 不然就是要出這個長空兵去防守比較好 好 那看起來 右這邊要來出這個火炮戰船 哇 這個還是金銳的 金銳火炮戰船 金銳火炮戰船 打城堡輸就快多了 還有比這個龜甲戰船 打這個馬頭 因為這個 龜甲船傷害 應該不是這個工程傷害 所以打起來是要 略低一點 那你看這個火炮戰船的傷害 很明顯是這個工程單位的傷害 所以這邊打建築的效果就非常好 那家裡這邊內優 感覺快解光了 只要把這個 馬舊裡面的馬單位全部解掉 問題應該就不太大 但是中間的黃金 可能要再多拍一點 趣旺比較好 因為這個黃金 非常多 紫花鹿村民 應該是有點難挖完 那這邊基本上 又只要全力防守中間 這一塊地 插滿所有的大型艦塔 那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斑蘭斯這邊的核心問題 就是要先解決 海上單位的一個問題 海上單位 龜甲戰船 數量太多 這邊用火戰船 真的是有點尷尬 那這邊 唉 結果還有這馬 就有在出肉馬 還是用肉馬去做騷擾 但肉馬又要大量的長槍兵 還是有點難 我們做 現在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所以有點打得不可開轎 這個馬有點硬要出阿 硬出然後直接去砍那個城堡 這個想法也是有 因為那個 肉馬砍城堡只有1滴阿 這個要砍5200 這個要砍5200 這次 等到毒血 這次 好 TC 直接倒地 頭暴戰船持續輸出 多瑪也在砍 但是Balance的TC越來越少了 而且能種田的地方也越來越少 怎麼辦 百戰看來是要來正面決戰一下才行 不然可能要打GG了嗎 感覺Balance快不行啦 瓦酒這邊是選擇出這個奴炮船 5號戰船打Balance船傷害很低啊 你看那個傷害非常的慢啊 並不是很快的掉血量 缺點不優啊 這個打下來的話其實有點虧了 誒但數量開始慢慢起來了 哇這邊馬頭很多 直接大量反擊 但是既成是5號戰船的數量還是很快 所以人家只要有4艘的話 可以一次激活掉一艘奴炮戰船 誒但這個龜甲船只有幾艘去抵倒 看來這個奴炮戰船是有機會打得贏的嗎 哇看起來奴炮戰船真的不行啊 哎呀 哎呀不要送光啊 剛剛還有8艘說 現在又 造船還有7艘 但是這個龜甲船血量真的掉太慢了 好奴炮戰船真的不行 好那右邊的炎暗啊開始在掃蕩了 掃蕩炎暗炸作戰 Balance的升空空間越來越少 空間黃金也搶不下來 雖然Balance的黃金還有2000多喔 Balance取得真的是不錯啊 肉跟黃金卻還有2000 但是在右的家裡的馬舅基本上都被解光了 沒有任何的肉馬可以在右的島上面大肆作亂了 又這邊防守效果非常好 大型箭塔全部立起來 家裡還有長牆兵守著 肉馬的騷擾已經宣告失敗 那Balance這邊要再想辦法去做進攻了 那現在Balance最後的選項就是全力出戰船 去來打一波 這一波打不打得贏是關鍵了 而且這邊又很厲害喔 還把這個大巡箭塔直接插在這個岸邊啊 要是Balance想要經過這個河道的話 畢竟會被射成豬頭的 那看一下Balance能不能反擊成功了 大量的龜甲戰船過來 但是Balance是一個純戰船 沒有其他的火戰船跟自爆船的一個狀況 等下龜甲戰船直接擊火 大量的一個奴化戰船就已經瞬間倒地了 好Balance還在後側 能不能繼續打呢 看起來好像有點難的樣子喔 好這邊開始大量的開砲 繼續開砲繼續開砲 這邊自爆船終於想透了 但是還沒有碰到就爆啦 哎呀所以這台燒燒火戰船在前面強傷害啊 好開始交火 兩邊交火 但是右這邊龜甲船沒有扣好 但是也不用扣Balance 心態已經炸裂了 龜甲船實在太難了 現在被前後兩邊夾攻的關係喔 後面跟前面都有戰船入侵 Balance只能宣告 GG 中間的黃金也挖不到 雖然還有很多資源喔 但是由於心態喔 玩不已啦 這個龜甲船喔 太大量真的是會 打擊人心啊 這個心態也是很重要 我玩C地獄就像下圍棋一樣 這個你要怎麼用一個心態喔 去投降也是 蠻關鍵的 好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資源喔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意外 右這邊是全部擰壓 結果Balance這邊 史物跟木頭是比較多的喔 右這邊是黃金多一點還有石頭 確實應該也是要這樣子喔 因為右插進他真的很多 那這邊 看起來Balance並沒有輸太多 黃金確實也是很多 但是右這邊幹黃金也幹到四個 1997黃金生產 得到黃金量也是蠻誇張的 欸 那我覺得有個細節可以特別講 就是右這邊喔 有生這個三級末 24分就點下喔 雖然這是帝國戰爭模式 所以24分點下 還是算蠻早的 因為他帝王實在一好 幾乎是一好 把這些該點的攻擊 一點完之後 馬上點這個伐木 這是相當關鍵的一個能力喔 因為畢竟韓國 這個龜甲船 吃木吃很兇喔 還有這個劍塔也是吃木的 所以這邊 我覺得細節都有做到 所以右這邊優勢 是打得非常好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